秀林乡泰鲁队族文创产业园区艺文站17号开始到6月17号 展出了匠心独具木艺原创与当地全市木雕工艺展 由工艺师西右笔林和陈立乡所创作的艺术作品 展示了山猪、锅牛和猫头鹰 作品豪迈粗犷 一刀一刀雕琢之下传神的展现出来 为花林县北区的泰鲁队族文创产业园区 从17号开始并且展出匠心独具木艺原创与当地全市木雕展的活动 由工艺师西右笔林和陈立乡所创作的木雕展 细致的雕工以及豪迈粗犷的作品 让大家可以欣赏到木雕的创意 那这个展览有两个不同的风格 就是西右笔林他做的展览是传统的 他的人物跟动物 待会可以在我们的二馆里面可以看得到 那他的比较虚虚如生 他的雕工非常的特别 欢迎大家来这里可以参观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立香老师 他走的比较当代 他把很多的一些 泰鲁阁所的一些生活故事 他的元素放在这个里面 所以他的那个作品也是有他的故事 那这边有两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传统与现代的这样一个呈现 可以让大家回到过去看到未来 这样的一个展览在我们的 泰鲁阁主文创园区 那我们也很开心 在这个平台里面呢 秀琳相当所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努力 不断地给予我们乡内 所有的一些艺术家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平台 在这里一起来推广自己的文化 推广自己泰鲁阁主的艺术 那在这边也欢迎大家 我们的展期时间呢 是今天开始 4月17号 一直到我们的6月27号 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 那我们每周二到每周六 每周二到六是开馆日 那每周日到礼拜一 这两天是修馆日 所以大家不要白跑一趟 那我们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 是我们的开馆时间 在这里呢 在这里上传 打卡上传到我们的粉专 然后给我们的服务人员看 我们现场会有那个打卡礼送给大家 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礼 那那这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 我们不用收门票 新闻相公署文化公交科表示 展览现场由公署解说人员进行介绍 每一件作品可以说是创作者的 精心制作出来的工艺品 新闻相当网门贵也 其实能欢迎大家来这里 欣赏泰鲁哥族的工艺之美 记得收看小伙伴们